熊孩子从父母枕头下找出两个气球 兴奋地拿到父亲面前炫耀 父亲羞得面红耳赤 直接戳破了一个 是要让孩子感受完整的童年 一旁的老父亲问达杰 好好的气球玩具为何要弄坏 达杰不知道怎么解释 只好接药去接种羊的事情脱身了 他找到自己的好友 三杯小酒下肚 接种羊的事情就谈妥了 一头熊壮的种羊被达杰接了回来 放了一辈子羊的老父亲连连称赞 卓嘎看着熊壮的种羊 羞涩地表示达杰就和这头羊一样 好像有始不完的戾气 达杰对于妻子的认可十分高兴和自豪 当场就进羊卷展示了一番自己的威武 快整狠地捉出了一头温顺的模样 卓嘎十分不解 表示这头羊平时听老是安分的 为什么偏偏选中他 在丈夫看来 这头两年没有生羊高的模样 已经没有了任何价值 卓达听闻有些悲伤 他或许想到了自己 一年生了三胎 如果自己不再生育 是否如同这头无用的样 只能任人宰割 向来习惯服从的他无力反对 只能在羊最后的时光里 用心地饲养 羊群在种羊的耕耘下会快速繁殖 卓嘎在丈夫的无节之所取下很害怕 为了避免怀上第四胎 他总是去卫生室 可是今天去的时候只有男医生 卓嘎说什么也不让对方看 男女之别刻在了DNA里 就连医生也一样 等女医生来了之后 卓嘎才说出了自己的诉求 他希望再要点气球 丈夫要得多 不太够用 就连最后的两个都被孩子拿走完了 说起这些话他有些羞涩 医生是哭笑不得 除此之外 卓嘎还要预约结扎手术 对于卓嘎的要求 女医生很高兴 她真心地希望每一个家庭忧生忧郁 女人不要被孩子套牢 最后还将自己备用的气球给了卓嘎 就在卓嘎在卫生所咨询寄生用品的时候 妹妹阿妮走进了侄子江阳的学校 她一路谨慎 压低了毛颜 似乎在寻觅又躲避什么 当一个男人站在她身前的时候 阿妮紧张到了极点 这个人是她的初恋情人 也是她进入佛门成为尼姑的原因 可本应该忘却凡尘的人 思绪却忍不住地飘在对方身上 德本家询问她来学校的原因 得知她是来接放暑假的侄子江阳的时候 德本家有些失落 但还是让人叫来了江阳 阿妮带着侄子快不离开 还是被德本家追上地上一本书 书里写的是两人以前的回忆 显然两个人都没有放下 也正是通过这本书 阿妮发现自己似乎有些误会德本家了 两个人不应该落得仇恨的结局 回家之后 他们的到来 全家人都十分高兴 尤其是爷爷 对着江阳一直含蓄问难 因为江阳的背后有一颗黑纸 和去世奶奶的黑纸位置一样 她被认为是奶奶的转世 一家人就对她格外偏爱 弟弟们都十分羡慕 江青人转世在身上视作至高荣耀 争先恐后的要看哥哥黑纸的位置 而且纷纷表示要成为爷爷的转世 气得爷爷口吐芬芳 但是江阳本身对此或许有些抗拒 她经常在梦中将黑纸去掉 或许她不想成为任何人 哪怕是自己的奶奶 她只想做自己 阿妮在房间翻找德本家送给自己书的时候 意外发现了医生送给卓嘎的气球 踏入烫手山芋一样扔在床上 卓嘎笑着将气球重新塞进了枕头下 谁知又被两个孩子拿去做了交换 最后一个寄生用品没有后 卓嘎有些担忧 但是血起方刚的打接人不了这么多 可也是这一次出了大问题 导致命运的轮盘发生了大翻转 丈夫不做安全措施 导致妻子怀上帝私胎 她想要拿掉肚子中的孩子 丈夫知道后狠狠甩了妻子一巴掌 不是卓嘎心狠不想要孩子 而是为家中的实际情况着想 大儿子的教育开支全靠每次卖的羊 可丈夫坚持认为肚中的胎儿 是去世父亲的转世 要妻子无论如何都要生下来 卓嘎从来没想过 一个气球带来的蝴蝶效应会这么大 几天前 两个儿子将家里最后一个气球 与其他小孩做了交换 导致晚上两人运动是没有气球 而且第二天 孩子家长怒气重重地找上门 则骂大姐家简直不知羞耻 自家的孩子真的相信这是个气球 孩子吃饭是拿了出来 把她的女儿修的头也不回地跑出门 到现在都没有回家 大姐不认为这有什么错 于是两个大男人 因为一个气球而大打出手 事情还没结束 当大姐和大儿子去还供养 家里打了电话 老人放羊是意外过世了 两夫子连夜赶回来 家人已经请来法师超度王者 凌晨四点抬着老人出病火化 三代人在车上代表了生命的轮回 火化了老人后 大姐极不可待地请教上师 自己父亲转世的去处 上师说老人生前广迹善缘 能够转世到自己的家中 大姐听完一脸不可置信 家里面只有妻子捉嘎一个女人 她已经做好了劫渣的准备 三个儿子又都年幼 所以不可能再添人丁 周达劝丈夫不要太过迷信 大师或许也会错 但迎接她的就是丈夫一顿责骂 但喜剧的是 卓嘎当晚就做了一个梦 梦见娜头两年没下载的母羊生了小孩 结果自己真怀孕了 卓嘎找医生商量 医生听闻立马圈告 而且提醒卓嘎早妈的要早轻松 卓嘎很认同 于是再次尝试将想法告诉丈夫大姐 大姐更生气了 面对生气凌人的丈夫 卓嘎有些胆怯地低下头 随后又觉得或许是上师弄错了 丈夫是上师忠实的信徒 她直接反驳妻子 上师错了还得了 妻子还想再讲讲理 可是被丈夫的又一巴掌堵住了嘴 委屈和难过全部滑在泪水和哭泣里 但是两巴掌让卓嘎留掉孩子的心更坚决 她不想自己沦为生育机器 也不想贫困地生活雪上加霜 得知妻子的想法后 为了留住孩子 她不仅破天荒地向妻子道歉 而且承诺自己会戒烟卓大听后更加悲伤 一向大男子主义的丈夫 为了所谓的轮回转世竟然能够委屈求全 她的心更坚定了 可是一向站在她这边的妹妹也来劝告 求她不要打掉孩子 表示如果不是前世的愿犯 再次投胎到世上是很困难的 既然亡灵选择了肉身 如果被肉身拒绝 那么她将会非常痛苦 而且提醒卓大不要像自己一样 留掉了孩子 但是记下了数不清的罪过 卓大面对两个挚挨之人的反对 她感到深深的无力 仿佛当初那只带宰割的模样 但是女医生的话又时刻回绕在她耳边 医生们不辞辛劳地给她送来寄生用品 就是为了女性能够幸福生活 卓大决定为自己活一次 女人正在进行手术 丈夫和儿子突然闯进了手术室 七刷刷跪在女人面前 祈求女人能够留下腹中的胎儿 儿子的话深深刺痛了卓大的心 他怎么都不会想到 原来自己的儿子和丈夫一样 都只是把他当成生育的机器 完全没人顾及她的感受 最终 卓大流着泪走下了手术台 虽然卓大回到了家 但是她的心已经拔凉 回去后也不愿意和家人说话 妹妹阿妮看出姐姐的难过 她想要安慰 话在嘴边又说不出口 卓大却有很多话要说 她羡慕妹妹的生活 虽然出家有很多束缚和痛苦 但最起码是自由的 不像自己 连女子的子宫都做不了主 后来卓大的身体开始出现各种反应 她脸也收拾好东西 准备和妹妹住进寺苗中 或许会在那里生下这个孩子 也或许会在那里打掉这个孩子 大姐和孩子们追了出来 江阳让母亲不要像阿妮一样 去寺苗当尼姑 然后不回来了 卓大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只是叮嘱江阳好好学习 卓大和妹妹走远 阿妮心无旁骛 卓大自有无数放不下 卓大走后 大姐整天闷闷不乐 家里的所有事情 也都落在了她的身上 没几天她就感觉到无比的累 也只有这个时候 她才意识到 看似对家庭毫无付出的妻子 其实在平日里 一直做着最脏最累的活 对家庭的重要性 后来暑假结束了 大姐开着摩托车 送江阳去上学 顺带买到那头老母羊 交易在互相的衣袖里完成 大姐的脸上充满了 不愿意和无可奈何 最后 极地的价钱 让母羊即将成为盘中餐 大姐抽出几张 作为江阳的学杂费 江阳却开口想要放弃读书 这样可以为家里减轻负担 大姐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她不想儿子走自己的老路 放一辈子的样 没有接受过教育 思想顽固 连自己的妻子 多爱护尊重不了 最后大姐信守沉默 给两个小儿子 买了他们期待需要的红气球 小孩子很开心 嬉笑着往前走去 突然一个气球爆炸了 另一个飞向了天空 气球越发越高 无数人都抬起了头 不知道他们各自看见了什么 但或许有自由 生命本应该如此 可以暂时被绳子捆住 绽放一时的美好 满足别人的需要 但终究是要自由翱翔 影片中进行了生命轮回的探讨 其实有没有轮回谁也说不清 就连能够看透前世今生的上师 都没有露过脸 开头的两个白气球 和最后的红气球 两个相互对应 或许这就是轮回 象征生的红气球会轻易破 象征死的白球也会轻易破 所有又何惧死亡 又何必期待轮回 如果一定要解释 打结和父亲对轮回的痴迷 那可以理解 为对心爱之人深之入骨的思念 希望心爱之人从未离开 能够再次出现